美国总统川普计划6月重新召开G7实体峰会 以释放世界正在重返日常的正面讯息 但德国总理梅克尔以疫情未停歇为由 明确拒绝川普邀约 不过即将在7月1日接掌欧盟轮值主席的德国 却在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前 27日仍表明与中国保持合作关系 对欧盟而言符合重大战略利益 5月29日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与劳工局 东亚办公室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伯米勒 通过电邮宣布 国务院将在美国时间6月3日 举办在线烛光网会悼念六四死难者 由美国太空科技公司SPEXX研发的新型号星舰SN4 29日在美国德州进行测试时爆炸 此次爆炸也是今年以来第三次爆炸的原型 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等5名国会议员 因海卫时与反对派同坐 遭首相兼辅助团结党主席穆尤丁 巴韩开除党籍 这是马来西亚历史上首次有国会议员 因作息问题而遭开除党籍 新航亚开电视总理报道